各位台北市民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工资倒退了十几年 因为我们的薪资凤涨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百物几涨 我们看到了油壁而来店的涨 让我们生活非常非常的痛苦 让我们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工资团体 聚集在一起上了街头 我们要表达我们对政府的不感 我们要表达我们政府在市政的过程里面 好像会在提前抢车会 完全没有口令到我们底层的那些基层中人的辛苦 所以我们今天诚实地要求你们 大家一起来 我们在改造 我们在中共的面前 我们继续 我们把我们不断的声音表达出来 我们要让政府看到我们的愤怒 所以我们要请我们所有的台北市民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内 一起到海道 表达我们的不感 各位朋友们 10年来 台湾受护者的实时薪资 下降了超过百分之五 台湾的受护者生活越来越贴困 失业率居高不下 可是我们看一看 这十年来 企业的获利率 却从2.5兆增加到了5兆 很明显的 我们看得出来 让劳工卖命迹财团 新经济 可是财团没有让劳工跟他一起分享 新经济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政府 他造务财团 忽略空前的证据 我们等会要到海道 任期待 向政府表达劳工的不满 希望大家共享圣语 慢慢一起来 让鸡蛋飞 年轻的朋友 年轻的朋友 你是不是现在出来 还要做学代 年轻的朋友 你是不是出来还要做学代 你考上大学 考上演奏属毕业之后 接下来 念完书 出来要工作 你能做得到什么工作 22K的吗 还是你的工作 外包公司的 派遣公司的 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 你现在你父母领得到的钱 将来 见他同样年纪的时候 你认为你可能领得到同样的薪水吗 我们的看法是台湾的经济 如果让政府现在这样继续搞下去的话 大家都没希望 大家都没希望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 基本公司动涨 基本公司动涨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没办法消费 我们养不起家 你们看这两天的报纸 我们居然 现在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 出来 都住在像棺材一样 摆的房子里面 这个其实 30年前 台湾人也住过了 还不幸 30年后的台湾 我们的年轻人 只能住这样的房子 更可怕的是 30年前的工人 他以前住棺材物 曾经还有机会 买到一栋房子 你们有吗 你们有吗 第二个 你们出来 22K 低薪 买不到房子 不可能涨 你们将来还有什么机会 还敢生育子女吗 台湾的保守化 并不意外吗 这么低的劳动条件 更何况 政府还在增加外劳 请问 增加外劳 到底独立是谁 我们没好处 外劳也被压低薪资 真正赚的还是资本家 20年前 他们逼着政府引进外劳 希望用就业 希望用低薪 来逼着 来让产业升级 20年来 台湾的产业升级了吗 事实摆在眼前嘛 我们并没有升级 我们升级没有成功 我们只是制造更多的 廉价工人而已 政府现在 就是准备用这个方法 拼经济 喝了20年的毒药 他现在还要再逼我们 继续喝下去 我们等一下 你们沿着公园路走过去 就会跟我们见面 我们4年中左右 3年段4年中 我们会在凯达 格兰大道道上面 丢 一起丢弹 表达我们的愤怒 我们为什么这么愤怒 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年轻人 第一心 就业没希望 政府不思改造 你知道吗 过去十年之间 台湾的大资本家 他们的获利率 已经从原来的2.2兆 增加到5兆 翻了一倍 可是我们的心思 你们看到没有 我们的心思 实际上是回复到 14年前的水准 14年前的水准 更何况 当年 还不是用22K 来替募年轻人 这种混战政治 用这个方式制作 还要骗我们说 他可以替经济 所以等一下 欢迎各位 跟我们一起到 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丢弹 你们现在出来 用22K工作 你们接下来 做的老老费 是我们现在的将近一倍 你们所得 会只有八成 台湾的债务 就负担在你们身上 政府不解决这个方法 只会给你们多拿钱 你们的负担 不止增加 你们的父母 收入减少 请问 更重的单子 站在谁头上啊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桃源县 教育产业工